你是不是想超車? 對啊 小心喔 這次自然進去不是帶歐輪的喔 而且它的防火牆小聲 你會比較有搖滾樂啦 大鴨就是像雷聲大魚點角的感覺 他講吃比講車還厲害 所以你是吃汗嘛 通閒來了 今天兩台車出來 我們今天這次全新的企劃 叫做車主來試駕 我們未來新的企劃就是會用兩台車來 今天很明顯 今天一台是兄弟的Venue 另外一台就是Toyota的YC大鴨鴨啦 今天是大鴨鴨的車主有來到現場 等等就會讓車主來去體驗 這一台兄弟的Venue 未來都會是這樣子做 我如果要找什麼車子 我都會在粉絲團公告 或是在我的IG來公告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新企劃 因為一般車主是這樣子 他不太會去試到很多車子 兄弟的Venue我們拍過了 大鴨鴨我們上次也拍完了 所以就不會再做特別的 新車完整的介紹啦好不好 今天單純就是請車主 開著兄弟的Venue 我們就開著車子 一路向南好不好 也許下次就向北了 但是我一開始要先這樣子了 等一下讓車主感受 今天出來的車主 剛好沒有開過兄弟的車子 好我們先請KK出來好了 KK來來來 給大家嗨 嗨大家好 不是給我嗨 今天感謝KK他來參加我們的新企劃 新節目 成功與失敗 就在於你 哇真的好重 你是第一集啊 好我要做好 我們今天來我們就不做配備的分享 艾亞亞車主嘛 對 開多久了 半年了 有開多少公里 一萬四千公里 那有在開 KK在做什麼的你知道嗎 什麼 吹打滴啦 音樂老師 打滴啦 哈哈哈 小浩 吹喇叭 吹喇叭 倒下去麵花酥 會不會 KK你到處跑 對我都有去 你是教哪裡的 桑化高中 南投高中 苗栗高中 中部的四線式 都有跑 開這台車 我怕每天開 那非常好 等等你就可以用你是大鴨鴨的車主 從你等等一開門 嗯 一坐上椅子 一握到方向盤 N鍵時代按下去了以後 把它放在你的心裡面 好 我會一個一個去問你 好 對它開起來 摸到它 開到它 用到它的整個感受 好 我們未來做這個新車 然後我們都會稍微 給你身家調查一下 沒問題 看一下他開過什麼車啊 沒有 這樣才會給消費者有一個 真正這台車開起來的感受度 你來說我相信很準 我們的企劃是不累的啦 嗯 你也沒有劇本的 沒有 然後我帶著你一路向南 再帶你去吃東西 好 這樣好不好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出發啦 剛好你可以開到市區平面 再來我們跑一段高速到彰化去 你是不是想超車 對啊 小心喔 這次自然進去不是帶歐輪的喔 今天我們開出來 平常你都一個人開車 對 但是今天車上是四個人滿載喔 是是是 也要把它歸納這個 我們今天試駕體驗的理念 好 剛剛開關門的感受度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車子做得滿飽的 就是一片門這樣 聲音這樣而已啊 靠腰咧 你還在說我射射 人家本來就傻 車你來是有口號啦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車都做得很輕量化啊 所以他們這個車也要做輕量化 也是輕量化很輕啊 它不是那種很重拖的那種啊 感受度跟你的車子感受起來呢 我覺得方向盤這個有差勒 怎麼差啊 它這是四向的上下前後的 大壓就是上下而已 前後要加錢啊 對啦 哈哈哈哈 你的那個壓壓是哪一個版本 故障版啊 中間的 中間那個嘛 所以也沒有數位儀表版嘛對不對 就是指針的 方向盤的Menu它世代比較舊 所以你看它還是用傳統的 是 而且它還是英文的 嗯 這一點上次已經被我泡過了 方向盤希望你們未來的車子 都可以慢慢開始灌入這個繁體中文 讓大家可以用起來比較得心應手啦 嗯嗯 比較方便啦 過彎這個彎就可以感受一下囉 車上四個人 四個人四個人 我知道我知道 速度自己注意一下 而且它的防火牆小聲 你也比較有搖滾樂啦 大壓就是像雷聲大魚點小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特性啦特性 你一上來你開了一小段 你就知道它的隔音差在哪裡了 風切聲也是有的 但是小聲很多 這台車其實目前以CUV市場來講 對 它略是就略是在 你的車至少有ACC 對啊 它這台是沒有的 我覺得它最大差 對 就像你那台有ACC 是啊 你有在用嗎 我有啊 在沒有塞車的時候用 為什麼因為它很硬 怎麼的硬法 ACC 它的煞車差太緊了啦 人家奧迪跟那種 不不不不 等一下 KK 你怎麼拿奧迪跟大壓阿比 算了我再幫你翻譯一下 好 他老師咧 略氣老師 一個字 絕 你的意思是說 它的ACC作動 可能就是會急殺急挺 對啦 是不是這樣意思 那不舒服啦 簡單講不舒服啦 對啊 為什麼現在的車大家都會問說為什麼有ACC有沒有Level 2 就是真的在開長途 等等累的時候可以開下去 至少可以稍微放鬆一下啦 這台車最大的缺點 只有我們講的前方預警碰撞的這個煞車系統 你看它車這盲點也沒有啊 沒有啊 但是你那中間版本也沒有啦 你那時候買的時候有折價嗎 沒有啊 75萬沒有折價 沒有啊 是新車啊 那你有盲定嗎 你也盲定嗎 那時候在雲林展示我先去看雲林 它開了一萬多哦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大家分享說它怎麼樣 我覺得優點就是不會超速 發財會變少 也不會扣牌 而且不是速度很快的情況下 它就開始黑股啊 你記不記得 對於你沒有開過兄弟這個品牌 你覺得來 可以開始說一下了 第一個我就覺得說底盤安靜許多 冷氣也蠻涼快的啦 大鴨鴨的冷氣有點不太冷耶 難怪你剛剛這麼刻意的要切22度 如果說你是鴨鴨的車主 大鴨鴨的車主的 剛那個KK分享的 你們有沒有認同 還是你們有知道的也可以下方留言 我們要去永安街425號 今天有特別來賓 可以可以可以 又來到彰化 永安街425號 SICK 進來他們老闆你看多用心啊 進來很舒服 現在千人潮啊 對 千人掌啊 千人掌啊 笑 笑什麼笑 你今天一直罵他 我跟你講像是沒有拉來我們節目 對啊 真的啦 欸 效果啦 真的啦 真的啦 欸 這樣代表是我們都沒有在say 對 沒錯 KK 這位是不是效果 不要吵我啦 我要來吃他這個 這個是 牛 牛腩喔 嫩 他們這一間 他們就是強調用黑米 現在的人低油低鹽減糖 他跟植米長得很像 其實我也吻不吻 好像有人說實在我 我知道 植米是糯米啦 對 糯米就是那個八寶豬啦 黑米啦喔 對 在古代人 是上等人在吃的 真的不相信我莫莫老闆 喔 老闆老闆老闆 嗯 口天吳 有沒有乳名 義名 小名 我們同仁都叫我龍哥啦 龍哥啦 龍哥好 我一個龍哥啦 你們這個牛肉好吃耶 我們都用美國牛肉 真的喔 對 醬汁自己調配 然後控他的撒醬半斤 喔 喔 我用心耶 三個小時就三個小時 半個小時沒說出來 因為龍哥他們啊 經營這一間 真的很講究 他們的油品就是都用意大利油品 然後鹽他們就是用法國的海鹽 喔 好講究喔 最好的給客人 他們真的就強調低油 對 低鹽 然後再來就減糖 以前健康是不是都是老年人才會注重 現在是不是都年輕人也會注重這一塊 我是年輕人我就注重啊 是 我說老闆都是年輕人啊 因為現在食安的問題 把最好的就是給客人這樣子 真的假的用心去經營 真的 你看老闆他不是走彰化走店這一間 喔 他們在台中的博館三街也有第二間 加盟店 那是加盟店 對 因為他們有開放加盟 對 我們有開放加盟 對 我們有開放加盟 所以你吃起來跟白米最大 就是利益分明啦 因為他們又有餐的白米 對 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現在的人喜歡吃這種健康餐 他們像他們這種一定很多公司啊 很好啊 機關團體給你們訂中午對不對 有啊 團體訂購這樣子 真的啦 我剛才看那個Menu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色字畫 色字畫可以依客人的需求啦 一百 二百 五 都會 我要牛肉多一點 喔 可以啊 綠色少一點 當然可以 我要吃得很健康啊 憲哥可以 憲哥可以 你在吃這間幹嘛 當初選擇在彰化開總店是 你是彰化人 太太是彰化人 我們在彰化有另外一個品牌是賣義大利麵 喔 對 開13年 為什麼開義大利店 你們會有這個奇想說 要來開類似像 早上給我小孩 我們小兒子 剛出生身體沒有那麼好 我太太就是幫他做營養餐 對不對 一直到我憲哥 我們就把這個推給大眾 開始開店的時候 就是把東西都設定好 給消費者的東西 也不能太療效 散播健康 散播愛 你還自己帶 剛剛在那裡拍手 把手把東西放下來 而且我告訴你喔 你吃完了 來來來 你剛剛吃的是什麼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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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關槍喔 我覺得它的 這是煎的嗎還是 烤的 烤的喔 非常的入味 非常扎實的 不會說濃軟的 就是爛爛的這樣子 他們都是真的是有很用心在做 那你講吃比講車還好 真的喔 直接幫我做那個超好的 好啦 老闆感謝你 這麼好吃 謝謝啦 你謝謝我幹嘛 你如果付我錢 你再大聲說謝謝 我要跟你說謝謝 謝謝乾爹 嚇到 好 這樣我們就繼續吃 好 這樣你沒用 OK OK 好吃 你把它吃完喔 這是我正常的速度啦 真的嗎 對啊 平常你會不會也吃一些 比較低油啊 低鹽還是低澱粉 會 他們叫做DGI餐殼 喔 你也知道 我知道 那我就跟他講沒有錯啊 他講吃比講車還厲害 而我是講車比講吃還厲害 這時候我就對了啊 所以你是吃漢嘛 人工真的不錯 好吃啊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環境不錯 不錯喔 我喜歡 他們精心這樣做起來很溫馨以外 你看外面 很少有人用多豆植物這樣子 鮮人掌那不是假的耶 我知道啊 等一下繼續吃啦 但是我覺得我在這邊先跟大家做個結尾 又到你了 又到我了 來來來來 KK時間 慎重的喔 這個是給觀眾粉絲朋友 在看車的 不管是在看Menu 或者是在看Toyota的YC 可以給大家一個很正向很正面的 一個分享 第一個你從上車坐到椅子上 握到方向盤 對於香北Menu的感受度 1到10分 你給幾分 7分 為什麼只有給7分 這是一個很規規矩矩的一台場景 糊石無滑 對沒有錯 比較簡約啦 對 對不對 對 就是我的風格 四個字來 糊石風滑 Toyota YC 你給幾分 1到10分 我也給到8分 因為它的整體比較有設計感 現代化啦 現在比較形式帶會用到的科技輔助 它確實也比較多一點 Menu真的整體裡面沒有太多的豐富度 配備目前也是比較算是跟不上主流 但是回頭想想 幾十幾萬 真的就是在市區通勤代步 我們已經從台中開來到彰化了嘛 平台的Menu 整體駕馭感受 1到10分 你給幾分 這個的話我覺得可以給到7.5到7.8了 又要7.5 7.8了 7就7 8就8不行啊 8分 8分 油門大壓壓它比較輕一點 馬力也有差啦 有差 那大壓壓的馬力才106匹嘛 那扭力也才14多嘛 所以大壓壓它要重踩 一點點效果出現 簡單講 KK的意思是說 Menu其實整體踩起來 加上我們今天又4個了 我的感受也是這樣 Menu的車踩起來 確實它還是比大壓壓動力好很多 那整個切車道啊 移動過程啊 車子的穩定性啊 剛性啊 車子的安穩度 也差不多也是在這8分內吧 對 沒有錯 那你對你的大壓壓呢 就是我覺得這反而就是7分 第一個它的防火牆真的太弱了 哦 然後就哇 沒有爛這樣啦 最後一個啦 就是整體踩起來 大家也會很重視的就是隔音 你給Menu1到10分幾分 隔音的部分我會給到7分 大壓壓給幾分 6分 第一個風切 大家很在意風切 大壓壓的風切實在是太大聲了 它的耳朵這個 會有咻咻咻的感覺 再來Menu就沒有嘛 再來第二個是 跟Menu搭起來的時候 是接近歐洲車的感覺 第二個是鐵牛車的感覺 我覺得 那個兄弟Menu 不然像你們坐後面應該有感覺 我覺得Menu的輪功 善來的聲音 真的是算小聲 特斯上安靜啦 底盤的那個也是有差 對 壓壓我們以前也開過吧 沒錯 我覺得確實是稍微吵一點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分享給觀眾朋友 最直接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了好不好 最後一個就好了 那今天首次開到兄弟的Menu 當你的朋友 譬如說我問你說 欸KK 我剛好在看這兩台車 同情用而已 你會推薦我買哪一台車 你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會針對 妥善率保修廠 做一個優先考量 我還是會考慮 Yaris Cross 這台車上面 第一個它就是省油 它都加不到一千塊 然後再來省稅 保養的點 據點很多 講到重點了 沒錯 保養據點非常多 我覺得KK的分享還不錯 依照整個綜合評比 我們邀請這個車主來體驗 然後我們又可以來踏踏點 分享更多的東西 以後我們可以跟那個羅斯峰合作 羅大牛他也有開車啊 對啊 有啊 看他開什麼車我就借什麼車啊 所以大家其實看我影片看久都知道 我都是站在消費者段 在看待這樣子的東西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我在泡他 其實我是站在消費者是泡他 怎麼可以你賣這個價錢 怎麼給這樣的東西 沒有錯吧 我是這個出發點 當然啦 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是車主 你一定就會覺得說 啊 我說到你的車啊 那心中可能會有一些 他會有點不高興 我希望更多車廠可以看得到 努力一下啦 沒錯 克服一下 那樣的機器我不是說過了 他還到現在那一隻都很容易 但是2020股車我跟他沒關係 你心裡我希望你中文反體被灌進去 類似這樣子 對不對 待會再繼續跟我們講到 繼續吃 繼續吃 我要拍吃的啦 下次早吃的 好啦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在彰化 我們就在四口 他們以前叫四口 後來改叫四口 沒錯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的第二集 反正我未來我就會在我的伴 或是在自由發揮的粉絲團 早早我要什麼車這樣子 邀請大家來試駕 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你喜歡自己洗車的 他們先推薦阿迪香這個玻璃維護劑 讓你在自己清潔玻璃的時候很好使用 怎麼使用呢 噴在玻璃上面 不用噴很多沒關係 然後還有附這個海綿給你 用力的給它刷 可以清除你玻璃的淺層油膜以外 也可以讓你的玻璃明亮 潑水性變好 而且時效性很長 上完了以後 用清水把它清洗乾淨就可以了 請教他們先 蝦皮商城